用盡方法降溫 就會挺過致命熱浪 賣家朝聖悲劇 發生涉最新統計 至少1126人死亡 其中超過一半來自埃及 去年約臺幣6萬5的朝聖團費 今年因為埃及貨幣大貶值 暴增近一倍到12萬 許多埃及人選擇相對便宜的個人簽證 因而無法搭乘官方營運的朝聖巴士 被迫在烈日下步行好幾公里 也無法使用朝聖專用空調帳篷 本該教料朝聖者的旅行團 不只沒有提供醫療援助 也沒有安排住宿 對旅客死亡更隱匿不報 埃及當局已經宣布 吊銷16間旅行社經營許可證 全球各地今年都遭遇熱量襲擊 除了美國華府22號飆到37.7度 不只是8年來首見 更逼近最高溫記錄38度 全美多州也遭遇破紀錄熱量襲擊 在亞洲印度首都新德里 5月中以來已經有38天氣溫超過40度 才剛進入夏天 全球已經有超過千人死於高溫 讓全球暖化再度敲響警鐘 靜新聞 向東偉 李中華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 靜好新聞